今天在我们现场的资深艺人秦伟 我想他也是演艺圈的一个奇葩 因为他自己历经了一个火劫之后 不但浴火重生 而且他还把他的研究的方向 转到了房地产的投资 而且也非常的有所心得 甚至还出书去分享 他所谓致富的这些秘诀等等 但是秦伟 这一波的所谓的打方 因为你也公开讲 就是说你有所谓什么冲托泡盖送 然后另外你的手上也常常 会同时拥有很多的房地产 那你刚才要说 其实你不会在短期之内做交易 可是你手上如果累积了这么多的房地产 但是你没有办法 让你的交易时间更有弹性的话 对你难道不会造成冲击吗 我刚刚说了 就是浪潮退了才知道谁是罗勇 那买房子前提上 就是不是说你有个头期款就去买房子 最好是已经有全额的金额在进场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不靠贷款 不一定要一次clean 但我的意思是说你口袋有那些钱 我希望将来就是政府是能减少预售屋这块 为什么你不买预售屋 预售屋什么问题 因为预售很多的问题 现在很多房屋的争议都在这里 就是说我今天什么左青龙右白虎 买到时候就不是 就看到前面是面对夜走会都可能 你就是说盖出来的想象 所以你要找有建商有信誉的 而且这次根本没有打到预售屋 现在很多人进场是防重自己下去操作 就是我操作这个之后呢 我也可以卖给客户 我也可以自己做 甚至我在成交之前就把它卖掉了 那我不用客任何的 我只客所得罪 OK好 再来对 对的价钱的房子就赶快新建 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国宅要新建的 要大量新建 你不能说只有 有啦 我们签证的讨论所谓的社会住宅 不过社会住宅主要是以租为主 它倒不是要卖给这些人 但是有考虑到就是说新建 用社会福利的概念 新建很多的住宅给 也许是社会的弱势团体 最后的是我觉得回到回归基本面 你觉得我们一个受薪的人 不要以我们做例子 一般的薪水家庭 他到底一个月可以拿多少钱来买房子吗 那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请问你不认为你是投机客 我当然不是啊 那你是投资客 两年以内卖掉的房子很少 真的我有点surprise 我以为因为你 举个例子 像我们买房子 我们刚刚讲冲都泡该冲的脱 就是我当做明天脱手 也就是我要涨价题材 像我买在新一计划区 而且你的竞价要相对有竞争力 你的意思是这样 举例我买了新一计划区 我不讲那个建案 新一计划区我买的进场的时候是五十几万 是前年买的 那旁边有一个捷运站 两年完工嘛 一定要过两年嘛 完工之后 目前预估会破败 那我是不是翻了一倍 你说新一计划区 前天买的 前年 我说前天有五十几万 那不可能吧 那现在已经喊到八十几 新一线 对就是相三捷运站 一盖好一定破败嘛 那破败之后 那你这就是预售屋啦 不是不是 我买成屋啊 你买成屋啊 你是买成屋 我大部分锁定是 中等美女的中古屋 中等美女的中古屋 就是二十坪到四十坪 然后单价四十坪到五十坪的 然后这房子就是大概十五年以内的房子 我大概是锁定 就是我不挑林志玲 但我也不选零八零 我选这个中等美女 空八空空 你选空八空空 OK好 所以秦渭以你投资房地产的经验来讲的话 你会怎么样给大家建议说 目前政府在打房 可是你手上可能确实是有一些资金 你不是那种要用很高的杠杆 去做所谓投资客的人 你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去好好的关切 值得购买的房子 刚刚高超哥有提到 就是说你看新装预售屋 可能要八十几了 对 这不合理了 不要去做那个打浪头前面的那个人 你就是买中等美女嘛 对 你觉得你自己感觉 你自己感觉新装要多少钱买 如果新装八十几都可以买 那我建议你八十几去买新一进化区了嘛 新装都可以买新房 新装八十几应该是喊价了 大概成交价是不可能那么高了 大概四五十嘛 对 四五十你可能都不买新装 嗯哼 我的意思就是说 请冷静的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个 为什么四五十不买新装呢 因为新装有复杜性的题材 很多人就是看他要 那我请问你 在那个合属办公室 我的意思是以投资人的角度来看 OKOK 他是因为那个题材去买的 我不是说不能买新装 他们题材去炒作 我举例 我说同样是四五十 你要买新一区的旧房子 还是买新装的新房子 你自己决定吧 好 赖文 现在四五十万 在新一区的旧房子买得到吗 买得到 几乎买不到了啦 几乎买不到了啦 当然 当然如果说 以新北市的新 对 跟台北市的旧 旧 当然大家要住台北市啊 很正常来讲 地带性效果啦 因为你台北市这些过去 这些都是非常那么旧 非常成熟的嘛 一个成熟的环境啊 新北市的保险都这样还是要一段时间 新北市买的是未来 你买到的是未来涨价的空间了 可是你买好地段的旧房子 我花一点点的钱 里面稍微装潢一下 就漂亮的价钱 不过已经买了新北市的投资人 也不要伤心了 因为他未来还是会慢慢的建设 你要给这个朱立伦市长 一点信心才行 你要买旧的 还有一点点的梦想啊 梦想 好龙斌推出一个 一瓶多一瓶啊 都根啊 都根 都根之后就一瓶多一瓶啊 你想一想 我呢 我随便讲说 比如说平均的 你家里就在40瓶好了 40瓶来讲 40瓶的话 你说 你说一瓶多少钱 50万好了 2000万你想一想 有个梦吗 那你想说 我这一栋可以多2000万跑出来 你马上这样想的话 你自然就会买台北市嘛 对不对 我们已经这样想 刚才提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这次政府的磕税 是维持在两年 或者是一年以内 磕重税 可是你只要过了两年之后 对不起 没事 对不对 大家都很高兴 就是你只要持有这个房子 两年以上 你就不要被苛征 10%或者到15%的这个税嘛 所以庄教授 您会不会认为说 那就是大家呢 就真正把这个投资的心态 放得健康一点 第一 就像秦伟说的 我呢 不要操作是太高的杠杆 因为也许这个银行 你也带不到太高的这个乘数 第二呢 就是说 我相对有多少钱 我做做好的投资 然后我投的眼光要精准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我如果可以在两年之后 再来做这个买卖的话 那也OK啊 其实大家忘掉了一个 蚂蚁熊兵的厉害 蚂蚁熊兵 这样子 因为这一波 其实除了那些说 三房啊 两三百户那个之外 其实他们才多少户 对 真正为什么会有两三万户 三四万户 那个最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 你因为从这个 这几年来的土地 逐渐的飙涨 有很多人卖掉土地以后 觉得后悔了 对 后悔怎么办呢 他就再去买预售屋 这才最重要 他就变得换了很多户房子 第二问题 就是像我们看到 有一个公司 他去那个天水路那边 去开发他的 说都市更新旧社区 结果说 那你在参观我们的工地 公司 结果他就 那个地主真的去参观 参观的结果 反而下定了好几户 因为他这是有钱 就是说你的资产 其实有形式 从那个存款里面 转变为房地产 我出租收益 又可以加增值 对 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问题是怎么知道 蔡兰祖也出来的 蔡兰祖为什么出来你知道 比如说我是只想多买一户 为我的子女打算 结果我到仲介公司去 跟你买了以后 你帮我租 你也帮我租 但是可能也租不到 我的理想价格 所以说你涨价了 你要不要买 涨多少 卖一卖看就知道了 结果卖你赚钱了 赚钱了以后 你又赚一次用金 那就变成说 那我再帮你买 就是这样来讲 无形中 对啊 这样也赚钱 所以我又多买一户 也许多买两户 这种蚂蚁雄兵多的是 你看台北市的东区的 那些仲介公司 你去问问看 几乎百分之五十以上 都是投资客 那你在晚上看到 国会监管附近那些 五年来教屋的 几乎住不到三分之一 空屋率很高 就是等啊 代价而沽 我想这才是重要 蚂蚁雄兵 跟我们看到表面上那些 或者说一百万两百万 三百万 那都是少数 OK 那庄教授 您觉得在这一波的 打房政策之下 是不是这些所谓的蚂蚁雄兵 就会减少 不会啊 不会 因为他都有钱 财产的持有形式 比如说你看 在国会监管 黄木囊那边 有人卖掉了 但是这是在去年卖掉了 一瓶卖九十五万 那是三十几年的房子 对啊 九十五万啊 但是我后来我问他说 这谁买的 大陆回来的台商 OK 所以资金还是很充裕 所以你认为房价 其实不会下跌 我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好地段 我们讲说大安区跟新义区 这个要跌难 但是太高也会修 顶多是十十五% 就很了不起了 是 再来你说大同去 问话区也没有什么掌够 当然不会跌嘛 对 再来就是减掉 这个市政家八个行政区 对 那个部分的话这样下来 不合理修下来 顶多也是十十五% 这样而已 OK 新北市可能弧度就会大了 这样讲 OK 那可是与其大家都把焦点 集中在台北市 是不是我们应该建设 每一个城市都做 这我讲一下 变成是一个很好的 居住的环境 让所有在那个地方 这个工作也好 生活的老百姓 能够买到相对是 非常合理的这个房子呢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讨论 比较多了 但是我们的城市都做的